上星期在Facebook流傳一間公司舉行家長日的通告 究竟是甚麼事呢? 由我們出身開始都有一個問題 我有一個困難就是 爸爸媽媽永遠不知道我們在做甚麼 又或者為何會做到這麼晚呢? 其實他的家人都會有信心 他在這一間都會覺得這間公司是好 可以在這裡繼續發展下去 很多家長都特地請假過來 十足十讀書年代的家長日 員工首先介紹公司的作品 之後家長就跟著子女去他們的座位 看看平時他們上班做甚麼 提供款是甚麼? 做設計的 知道做廣告這行 但這麼多位置 真的不知道他去做哪個位置 即是廣告 略略知道大概情形 其實都不太像 親戚每一年都在問同一件事 說你做甚麼? 我做廣告真的有人問我 是否即是登箱那些廣告 其實我不是不想解釋給他們聽 而是一頓飯一個拜年時間 其實真的解釋不到 其實哪部分是我做 或者整個項目我做的 那些不會特別花時間去說 會盡力嘗試給他們體驗一下 或者叫他們幫忙做 在香港地 分分工都工時長 做廣告也不例外 這次帶他來實情忙一次 我原來廣告行業是做這些事 平時我坐在這個位置 我是做甚麼的 讓他知道我夜班是有原因的 基本上是十時多時出門口 兩時多三時 我不知道在公司幾多小時 我也不清楚 我覺得為何做廣告 都要這麼晚收工 我便覺得 問他有時做得不開心 就不如轉工 如果不開心就有 我自己選擇 但看他這麼辛苦 就很肉痛 但他真的喜歡做這行 有教有機會轉個行 看完子女在公司的成績表 最重要都是他們做得開心 就想像寫字樓一樣 一格一格 原來有趣 有這麼多玩具 而且我覺得同事不錯 很融洽和和諧 總之你喜歡做得開心 就OK 認真去做 我覺得紅紅出狀 做甚麼都好 我再趕特地 按鍵再使用 按鍵 按鍵 Like cię 按鍵to 按鍵再選擇 按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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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aly 按鍵 image 我把你放在一起